全程面无表情地看完了iPhone15发布会 结果毫无亮点可言 我就是想替库克吹一下iPhone15 我都不知道拿什么吹 吹哪一点 所以今天还是继续来疯狂硬核地测试一下 华为Mate60的质量有多牛吧 为了测试华为Mate60的质量 网友已经疯狂到什么地步了 首先在滚筒洗衣机里面洗了一整天 拿出来还是一点事都没有 接下来就是最熟悉的杂核桃环节了 这对于华为Mate60的第二代昆仑玻璃来说 已经是小菜一碟了 移下一个硬核桃非常轻松 不过比起杂核桃 杂钉子的操作就更加硬核了 虽然这操作看起来有一点离谱 有一点不科学 但也没办法 华为昆仑玻璃就是一样 不过比杂核桃玻璃就更加硬核桃玻璃 不过比杂核桃玻璃就更加硬核桃玻璃 不过比杂核桃玻璃 不过比杂核桃玻璃 还有网友开汽车直接压华为Mate60 这操作就更牛13了 轿车压完 结果华为Mate60一点是都没有 甚至还有人开大巴车压 不过 大巴车还不是最离谱的 更离谱的是 连压路机都来压华为Mate60了 结果 杂核压都没事后 又有网友选择冰冻来测试华为Mate60的质量 直接把华为Mate60 冻成一整块冰 解冻后还是没坏 还是一点是都没有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还有更牛的 直接把华为Mate60放在零下30度的冷冻室里 冻成冰雕 结果解冻后 华为Mate60不仅没关机 而且依旧正常亮屏 可以正常使用 要是华为Mate60完脏了 扔到水里冲一下也没毛病 要是洗不干净 你还可以加点洗洁精清洗一下 当然 测试质量嘛 肯定是少不了各种摔了 结果华为Mate60还是没摔坏 最后 更是有网友直接站到扶梯上 把华为Mate60从2.5米的高度扔到地上 结果就出现了一点小磕尘 但手机功能依旧完全正常 没出现问题 所以 不得不说 华为Mate60的玄武架构加昆仑玻璃 这质量实在硬核